两栖装甲部队担负着渡海登陆作战任务 也是撕开敌方防御口子的尖刀力量 日前第73集团军某两栖重型合成旅 在缅南某海域组织所属装甲分队 重点围绕火力打击抢滩登陆等实战科目 展开海上实弹战斗射击考核 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实战环境下的战场处置能力和火力打击效能 我们的记者就直接的这场海上射击 随着考核组指令下达 05市两栖部战车率先出击 快速向考核海域展开机动 海上战斗射击是两栖装甲兵的看家本领 也是难度和风险系数最高的战斗科目之一 经过允许我们可以跟随05市两栖部战车到海上去直击他们的实弹射击训练 我现在也是穿上了救生衣掏上了安全绳 为了保障我们的拍摄安全 我站的这个位置就是车辆的尾部 这一会儿也是我们要拍摄的位置 好 现在我们已经已经入水了 在入水的这一瞬间 我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荒洞 我们怎么样来判断海矿呢 就是在车辆入水那一瞬间 看到它的入水点 我们的战车的车头是否会翘起来 翘起来的幅度有多少 刚才我们翘的这个幅度还是很大的 说明我们海换并不是很好 这次我们的实弹射击呢 是以编组模式来进行的 一个编组是四辆战车 所以说我们不仅仅要完成火力打击的任务 还要考察我们编队之间的系统配合能力 比如说在海上如何保持队形 保持距离等等 现在我们的战车已经上右转弯了 炮塔就要对准我们前方的靶区 刚才这个三十毫米的激光炮开始设计 站在这个战车上受到这个海水浪涌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我们的战士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快速的去搜索目标 并且果断的激发 虽然说三十毫米静光炮的威力不如一百零五毫米的那个坦克炮的威力大 但是它的射速更快火力也更加密集 当我们抢探登陆之后呢 可以对一些突然出现的一些近距离的目标进行快速的击杀 此次实弹射击训练 每个车组需要驾驶战车在规定时间内 对布置在一千到一千二百米外的固定把镖 完成四次精准打击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他们将迎联主官射击排长全部编入战斗车组 率先完成海上实弹首考 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 都是战斗员 都要能够打仗 能够上到这战场 此次实弹射击 全营的官兵 事迹都非常的高昂 也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